台湾性侵儿少飘除季 一堆缓刑 严雅伦性剥削 未成年又排片散 现在因为黄子角而良心发现 真是残暴变态的台湾文化 黄子角持有妻儿绍兴影像 被立委表示要正行 我四年前痛批世界 各国都对性侵儿童犯罪宣战 台湾却怕缓刑 我十八年前痛批台湾人到中国飘食一鸣除季 还拍影片 现在艺人与政客突然良心发现 那怎么不追究严雅伦呢 严雅伦性剥削 未成年又拍片散 却可以重返演艺界 真是无耻又残暴变态的台湾文化 台湾法治与台湾文化 自古以来就是对于性侵儿童少年 予以轻判 社会也完全不重视 完全与正常人类文明世界脱轨 我十八年前写了篇可笑到家 吃人够够的法官 荒谬绝伦的判决 就痛批台湾人到大陆五天之内 飘了十亿名十六岁以下的除季 并做成色情光碟 板桥地方法院将他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五年 缓刑期间交付保护管束 这简直荒谬绝伦 我们来看 如今对黄子脚持有妻儿绍兴影像 一份填膺的朱立伟艺人们 你们当年有那么一点良心没被狗啃了 会对这样残暴的台湾司法判决 视而不见吗 不要说到十八年前 我四年前写过一篇世界各国都对性侵儿童犯罪宣战 台湾却判缓刑 也就是批评蔡英文时代 许宗立司法院长领导下的司法判决 有一个当兵的军人 透过网路交友软体 结识年仅12岁国小女童 后在国小校园内 无障碍空间厕所内发生性关系 最后判缓刑 如今对黄子脚持有妻儿绍兴影像 一份填膺的朱立伟艺人们 他们良心招样被被狗啃了 对这样残暴的台湾司法判决 视而不见 现在这些失位素餐的立委 扯一些公布姓名啥的 我当年就以梅根法案 梅根斯洛为例之一 台湾的这些 专门找幼童的性犯罪者 会被台湾司法 限制接触儿童与少年的机会吗 事实上 台湾文化下的台湾 已像是性犯罪者的温床 共犯更是不计其数 我当时就举例 2011年 台南市单亲国三女生小珍 被家人发现 怀有5个月身孕 后来扯出这名国三少女 竟然从4年前 也就是11岁时 就遭到邻居伯伯 引诱原交 嫌犯有6到7个人 甚至有20位老人的说法 这件事 其实当时村里早就传得沸沸扬扬 但没人仗义直言 直到小珍怀孕 事情才曝光 令人紧惊讶的是 涉案老人应讯时 不但没有悔意 还将责任推给家长管教不周 好像自己才是受害人 千错万错都是小珍的错 记者说应警方查办此案 原本平静的社区顿时变了调 到底有多少人涉案 成了居民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 却始终没有人彻底检讨 这4年来 为何始终没人向少女伸出援手 包括社区里 应该早已封闻的婆婆妈妈们 这样无耻的台湾文化 还不够变态吗 就像闫亚伦无耻的性犯罪 也早就有迹可循 因为2018年闫亚伦就被报导 以同样手法 连批三男 报导说 闫亚伦被周刊爆料 连批三男的惊人行进 受害者联合起来 向媒体投诉 表示闫亚伦对看上的对象 非常主动 且都用同一招 追男术 让人沦陷后才发现 自己不过跟其他嫩男一样 并不是独一无二 当时报导说 被害人叫做嫩男 如果这些嫩男是未成年人 闫亚伦就是性剥削 而且闫亚伦对其中一人拍摄下性交影片 而且还散 如果当时 司法就调查闫亚伦的性犯罪呢 从当时到现在 也没有台湾艺人或立委 开第一枪批判闫亚伦呢 我们再看看相关报导的用词 最近看报导 闫亚伦追男 有一套不败的SOP 首先 他会在社群软体物色对象 接着日日陪聊 嘘寒问暖 被追求的对象 看见他身为大明星 却说话诚恳 立刻就陷入粉红泡泡中 据了解 被劈腿的A B C三名男孩不但年龄相仿 气质也都十分相似 由此可看出 闫亚伦喜欢的类型 请注意 报导说的是 闫亚伦喜欢的类型A B C是三名年龄相仿男孩 现在 其意已被证明为未成年 如果 闫亚伦性行为对象 经常是未成年人 这难道不是恋同品吗 开业精神科医师 杨聪才表示 恋悟 虐待 受虐 偷窥 或是恋同 其实都属于特殊性偏好的 疾病诊断当中 尚未进行别诊断时 不能轻易对人 惯上这些名词 而别诊断当中 很重要的环节是障碍 杨聪才指出 若要诊断为恋同品 需要持续半年以上 都是以儿童 作为性发育对象 且造成生活上的困扰 那闫亚伦呢 严亚伦喜欢男孩 并且有其一 被严亚伦性剥削拍摄 性行为影片 还散于他人 当然 对被害人 造成成生活上的困扰 为何台湾演艺圈 不比照黄子角 去声讨严亚伦呢 媒体都知道 严亚伦喜欢男孩 难道严亚伦身边的 艺人朋友不知道 他公司的人不知道 我必须指控 台湾演艺圈 就是严亚伦性剥削 未成年人的共犯 台湾艺人知情 严亚伦剥削 未成年人的数目 绝对超乎大家想象 举证如下 报道提到 与A男交往的这一年 严亚伦是个相当体贴 温柔的男友 不但总情地称呼 对方宝贝 还帮他付房租 出国工作 也会出机票钱 带着A男 一起去海外旅游 就算无法带着A男 一起去 他回国 也一定会带礼物回来 甚至还带着A男 出席演艺圈 有人的聚会 让A男认定 眼前的人 就是真爱 请注意报道用语 严亚伦 既带着未成年人 去住旅馆 还带着未成年人 出席演艺圈 有人的聚会 又称呼对方宝贝 还帮他付房租 难道看到严亚伦 如此作为的台湾人 都是白痴脑残吗 都不知道严亚伦 在性剥削 未成年人吗 理由很简单 严亚伦的艺人朋友 对于性剥削 未成年人 早就习以为常 我也不晓得 这是否在演艺圈 是公开的秘密 但显然 很多人知道 严亚伦在做什么 或你们自己 在做什么 大家不但默许 甚至还支持呢 现在的立伟 与艺人 突然把被狗 啃掉的良心找回 不晓得 是不是又是演艺出戏 重点是 黄子角 如果该下地狱 你们仍然还要送严亚伦上天堂 并且无视严亚伦 性剥削 未成年人吗 还是说 严亚伦的共犯 或像严亚伦一样的人 真的太多了 真的揭发的话 谁都跑不掉 Black Jacker 2024年4月8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